今儿个呢,咱们用五块肉啊,做一道呢,精味的焦溜肉片。 这个焦溜肉片呢,原呀,是卤菜。 卤菜呢,到了北京以后啊,就被精化了,变成了呢,现在非常知名的呀,精味菜了。 加上咸盐,来点胡椒粉,料酒,刮匀。 这个焦溜肉片啊,在京城呢,就分为啊,回汉两教的焦溜肉片。 清真的焦溜肉片呢,用的是啊,羊肉。 汉民的焦溜肉片呢,用的是猪肉。 早先汉民的焦溜肉片啊,用的是呢,纯的肥肉。 哎,国区啊,物质呢,匮乏。 所以呢,它用肥肉啊,解馋,更香。 现在呢,咱们多一五花肉,来制作这个焦溜肉片啊。 哎,满好味儿之后呢,咱们先给它腌制十分钟。 黄瓜呢,给它切成像眼片。 哎,斜着,斜着切啊,看,斜着切。 看,黄瓜斜着切。 片呢,切的稍微厚一点,啊,不要太薄。 这个片呢,就叫像眼片。 黑木耳呢,窄洗干净之后啊,给它撕成块。 切上点葱花。 蒜,给它切成蒜片。 起锅烧油。 热锅凉油,先给它溜一下锅。 锅溜透之后呢,重新入油。 油呢,烧上以后啊,咱们在肉片上边呢,来上二十克的这个玉米淀粉。 看来,稍微呢,加点水。 把这个玉米淀粉呀,完全的包裹在这个肉片上边。 这个呢,就是在咱们行业术语里边啊,叫做挂户。 用玉米淀粉挂户啊,它出了以后啊,它那个肉片啊,更加的酥脆。 别的淀粉就没有这个玉米淀粉那个效果好。 油温呢,控制它六成肉。 猪片的呢,把肉片给它放进去,炸它。 注意啊,炸的时候呢,一定是一片一片放,防止它呀,互相的粘连。 肉片完全入锅之后啊,咱们呢,用筷子呀,给它分分。 有粘连的呀,给它分开。 这会儿呢,这会儿呢,咱们开始啊,对碗茄。 顺便用清水泡上,放上两勺的干淀粉,三克咸盐,三克胡椒粉,来五克鸡精。 十克白糖。 啊,肉片完全炸定就行了,咱们先给它捞出来。 捞出来之后呢,继续啊,把油温呢,提升到七层肉。 酱油。 酱油呢,是调味,哎,酱油调味。 咱们呢,再来上两勺的老抽,给它调的色。 碗茄呢,就算调好了,用勺啊,给它搅开。 油温升至七层肉,下肉片再复炸。 哎,给它炸制呢,表面呀,金黄,表皮酥脆了,就可以了。 你看,用手勺呢,一拍,刮来刮来,已经响了。 肉片就算炸好了。 给它捞出来。 锅里边留少许底油,下葱花。 葱花爆姜之后,下瓜片。 木耳,给它烹入料酒。 油料酒啊,把锅气给它烹一下。 锅气烹出来之后呢,咱们把备好的碗茄,倒进去。 轻吹烹,轻吹烂搅。 不能乱搅哈,乱搅呢,容易浑汤,成菜之后呢,汁儿不明,气儿不亮。 淀粉呢,淀粉呢,完全糊化之后,咱们把炸好的肉片儿,放进去。 哎,放进去之后呢,给它翻一下锅。 哎,关火。 来点儿香油,大明油。 来,再一番汁儿,起火。 出锅。 清冷。 得嘞。 一道传统的精味菜,焦溜溜片。 ses,这个香油水啊。 faz这个場子吧。 然后,我们先为了搅拔整的切, 好,给我们来聊天员。 我们先给大家看这个两个窄点。 一道八岁的药和少许。 不便宜和少许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